新闻开始带你来看到 今天上午两架空军雷虎小组AT-3教练机 进行飞行训练的时候 在高雄子官农田失事 中校飞行教官装备员为了避开市区的人群 把飞机带到了机场南面1.5离处 才弹跳逃生 疑似是因为弹射的时候高度不足 降落伞没有完全开启 被救难人员发现送医之后 还是宣告不治 享年37岁 空军司令部同时也宣布 明天起AT-3飞行训练暂停 加强其他机种检查 10月25号的全日会表演也会取消 两架隶属空军官校单人坐AT-3教练机 上午执行本场训练任务时发生擦撞 6号机坠毁在高雄子官农田 飞行官装备员中校送医后不幸训职 岗山空军官校随即召开记者会 说明失事意外经过 今天编号Alpha Romeo 9栋 然后机号是洞815 科目是特技编队 于腰洞无量时起飞 在111拐时操作科目 双击尾随的滚展过程中 插撞到洞8四拐号机 飞机失控这回在跑道的西南面 一里的地方 在司令部听到第一时间 听到这个不幸的事件以后 司令立刻组成了指示组成了这个调查小组 现在目前调查小组的所有的同仁 已经到达了空军官校 AT-3教练机失事现场已经封锁 大型吊车正在调运飞机残骸 当地募集农副提到上午看到飞机越飞越低 接着坠毁的情况 国防部表示 装备员驾驶的六号机发生擦撞后 会避开市区和人群 将飞机带到机场南面1.5里处才弹跳逃生 但因高度不足 跳伞失败伸受重伤 经送医急救后 人伤重不致殉职 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林宏观 台湾高雄报导 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林宏观